随着全省各地陆续进入春耕灌溉期 省水资源管理集团实施优化调整农灌供水方案 开展水库群联合调度 全力确保春耕灌溉顺利进行 为确保今年春耕灌溉从3月中旬开始 省水资源管理集团根据水库蓄水 河道水情 土壤商情等情况 编制了农业供水计划并组织实施 联合调度各水库力量 满足辽河流域 大辽河流域 浑河 大灵河流域 及太子河流域农业用水 目前 辽水集团所属9座省值水库 总蓄水量近48亿立方米 预计今年提供春耕农灌用水15.24亿立方米 4月初 位于朝阳市的白石水库 按需开闸放水 省水资源管理集团所属的大中型水库 全面进入春耕灌溉预备期 为保障我省近400万亩水田的用水安全 集团将开展灌局现场的苗请民情调研 优化调度方案 保证供水灌局农业生产的实力进行 根据各地春耕灌溉期 我省将在4月28号到5月31号 安排所属水利工程 在各地水道泡差期间 集中供水10.78亿立方米 补水期供水4.46亿立方米 本台报道 本局的风格是在9月30分的